这种是新式的这种沙柳颗粒 然后把它装进这里面 大约一公斤 保证最里面 这个最低排风孔 离这里大约还有两厘米的这个距离 现在开始点火加酒精 均匀少量的分布在我们的沙柳颗粒上面 为了安全我们不要直接在上面点火 取一些东西能引火的东西 现在已经减着了 然后直接一下子整个卤面就开始起火了 这时候把风机打开 这是中档 你也可以选择大档 需要更快的速度 全程无烟 只需要短短半分钟到一分钟 就可以点起火来 当火起来的时候 点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锅放上去 这个锅子有5公斤水 看到火还是特别的稳定的 现在用的是最大的 我们可以通过风力来调整它的大档 这是最低档 这是中档 这是最大的 我们看到这个水已经开了 大概使用了十二十三分钟的样子 大概使用了十二十三分钟的样子 我依旧还是很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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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会等它刷完 看看什么样子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已经没有火了 然后这时候呢 燃烧完毕 基本上我们燃烧了 六十分钟到七十分钟 这个样子 这时候我们关闭风机 打开炉门 让自然冷却 水 水 水已经没有很多了 至少蒸发了一半 这时候呢 把这个抽斗放进去 盖子拿出来 取出来盖子 把这些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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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把它 灰拿出来 基本上就一盆 好 再把这个盖子 放回去 好 这样就完毕 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 这个门记得 让它一直处于 开门的状态 不然这里面 还会说有很高温 然后自然冷却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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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